大家好 又是非常兴奋的一个晚上 对今天晚上是第四课 我讲到天国的意象 我们都知道 我们是天父的儿女 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天上的国民 那天上的天父的儿女 天国的子民 那天国的意象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我还记得 我一直都不相信这个世界没有神 我相信这么精密的一个人体 这么浩瀚的一个宇宙 不可能没有一个更高的智慧 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我20岁的时候 我就跑去山上 我向着天说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 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 我觉得很痛苦 因为我不知道我是谁 所以可能之前你们听过 样式你的身份 进入你的命令那堂课 就谈到这个事情 我觉得人生是一个奥秘 如果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来这个世界 我们就会随波逐流 失去方向 失去人生的意义跟价值 所以 真言29章17到18节 他这样说 管教你的儿子 他就使你得安息 这里很奇怪 他说管教你的儿子 他就使你得安息 叫过来 如果你不管教你的儿子 儿子 儿女 那你就不可能得安息 当你管教你的儿子 他就会使你得安息 也会使你心里欢喜 地上的父亲是如此 那你天上的父亲 是不是也是如此呢 他真言是专门提到智慧的一卷书 他说没有意向 revelation 就是没有启示 没有漠视 明就放肆 cast off of restraint 就是你不会约束你自己 你没有界限 你只会跟猪一样 喜欢什么 just do it 你都去做了 但是一个有意向的人 跟没有意向的人 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意向的人 他会 连格的 纪律 纪紧 他会 均行 一切 的规矩 直到他能够成就那个意向 他说这样的人 变为有福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在这里 我们必须要明白 你的时间 你的财富 你的青春 你的生命 如果你不懂得后面真正的意义跟目的 你不知道为什么你被创造的时候 你就会滥用你的时间 滥用你的生命 滥用你的财干 滥用你的资源 结果 你一生过后 你会后悔 莫及 所以二十岁的时候 我就恳求 天上的神 我说 假如你是真神 请你告诉我 为什么你要创造我 你创造我后面有什么目的跟命令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里 今天我们要讲到天国的意向的时候 作为天父的儿女 作为天父的儿女 天国的子民 天国是不是你心中的意向 那圣经告诉我们不单止天国要成为我们的意向 他更要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第一的优先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让我详细的今天向大家来解说 我们对天国这个概念 特别是在整个旧约里面的一些列民 他们是对天国这个意向 是非常非常的薄弱 跟不明白的 但是重要是如此 神像一个王国奴 大乙里 借着黎布加利沙的梦 显明了这天国的意向 当 离布加利沙王 做了一个梦 却忘了这个梦 神巧妙的安放了 但以你进到皇宫里面 为离布加利沙王去解梦 他这样跟离布加利沙王讲 他说 王啊 你在床上 想到后来的事 拿显明 奥秘事的主 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 神要把一个奥秘的事 将来必有的事指示 离布加利沙 不单是要向离布加利沙王 写明这个奥秘的事 他更像 但以利 还有一大群 被掳到巴比伦 的士博来的年轻人 把他这个奥秘写明出来 三十节 给予那奥秘的事写明给我 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的人 乃是使王你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 神不单只要 但以理知道 也要这个离布加利沙王 当时那个世界的一个霸主 来显明 他说 三十一节 王啊 你梦见一个大象 这象身高 极其光耀 站在你面前 形状甚是可怕 这象的头是金睛 胸膛和半壁是银 肚腹和腰是铜 你观看 留意啊 他说 你观看 见有一块 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 打在这象半铁半泥的脚上 把脚铺碎 于是金银铜铁里 都一桶枯的粉碎 撑入夏天 河长上的康僻 被风吹散 无处可寻 打碎这象的石头 变成一座大山 充满了天下 大家记得上一堂 我跟大家分享过 那个大石 那个石头 这个石头 预表什么呢 这个石头 这块非人手 找出来的石头 要 枯碎 所有金银铜铁铃 要把整个像 要把整个像 打下来 然后 这块石头 变成一座大山 充满了天下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预表 上 上一堂 我们都说过 预表 这个预表是谁呢 这一块石头 就是天国 天上的神 便领立一国 天上的神 也会将一块 非人手 找出来的石头 打败地上 一切的邦国 帝国 最后 这个国 要成为神的国 天国 要降临天下 充满天下 治理天下 这个就是 整个天国的意象 在旧约里面 最清楚的 一个表达 所以 来到 马太福音的 第六章 九到十节 三十三节 神就向 所有他的 儿女 属神的儿女 他这样说 主 回应 门徒 门徒问他 我们应该是 怎么祷告的呢 那 亲爱的 弟兄姐妹 这个就成为 我们所有 属天国的儿女 天父的儿女 祷告的 典范 在这里 说到什么呢 他说 我们在 天上的 父 当我们 祷告的时候 我们的 对象 不是地上的人 当我们 祷告的时候 我们的 对象 也不是 主耶稣 当我们 在地上 祷告的时候 我们 祷告的 对象 是天上的 父 这里我要 解说一下 我看到 我也听到 很多很多的 弟兄姐妹 包括 我以前 这个 其实没有 像我 开启以前 我的 祷告 还是 亲爱的 主耶稣 我们 第一句话 我们 祷告的 对象 是亲爱的 主耶稣 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 这样子 直到神 让圣灵 充满了 我以后 我第一个 最摸着我的 就是天父的爱 当一讲到 天父这个字 我就完全 控制不了 泪流满面 月泪 盈眶 所以 突然间 我好像 被 开启了 一样 我对 天上的 父 有一个 浓浓的 感情 我觉得 他 很 亲切 所以 从 那个时候 开始 我的 祷告 就是 阿爸 父 天上的 阿爸 父 我亲爱的 阿爸 父 我亲爱的 爸爸 后来神 在 启示我 他说 耶稣 基督来 是要做 人 与神 中间的 宗宝 所以 他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 父 哪里去 他 已经 为我们 开了那条 又新 又活的路 可以 直接去到 西恩的宝座 面前 至上所的 面前 为了 就是要我们 与天上的 父 连结 人耶稣基督 他的祷告 也是说 阿爸 原来 阿爸的 原文的意思 是源头的意思 他是 生命的源头 他是 能力的源头 爱的源头 光的源头 真理的源头 他是 所有一切的 一切的源头 连主耶稣 都 祷告的时候 要回到 这个源头 就是天上的父 所以主耶稣 就教导 他的 子民 天父的儿女 他的门徒 他的门徒 祷告的时候 要向着天上的父 来祷告 所以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里 我想鼓励 我们 每一个人 祷告的时候 对象是天上的父 但是当我们 祷告完毕的时候 我们是说 我们的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 得圣的名 祷告 因为 若不借着耶稣 这个基督 我们没有办法 去到父的面前 所以 在耶稣 在这里 主 跟我们解析了 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什么呢 祷告三个天父 还没有完的心愿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天父 有三个还没有了的梦 第一个梦 第一个心愿 就是地上的人 不再嘲笑他 羞辱他 玷污他 愿世上的人 都认识耶和华 也认识耶和华 的秩序 要充满权力 好像海水 充满洋海一样 愿人听到 天父这个名词的时候 都会敬畏他 俯伏跪拜他 尊他的名 为圣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天父 对他的名 有多珍贵吗 他管教 以色列名的时候 他就说 我要把你们带到 应许之地 不是因为你们好 其实你们 是背利的 但是为了我的名 我拯救你们 所以你看 他多看重他的名 第二个 愿天父的国度 降临 天父从创世到 启示录 只有一个心愿 很大的心愿 不是单单 不愿一人成人 但愿万人都回来 这只是一个开始 最终 他终极的梦想 终极的目标 就是天国要降临 新天新地要降临 新耶路撒冷要降临 新父要等候他 等候他的国降临 我们这些活在地上的 天父的儿女 天上的国民 就是要在地上 来玩天父的梦 一起来 建造神的家 建造神的国 最终有一天 他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在天国 天国本身是属天的 在天上 所有耶和华的万君 所有在天上的 受造之物 全部都均行神的旨意 在整个宇宙 只有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球 不尊教他的旨意而行 如果连地上 都被收服了 天国降临 天下 天上 完全 都是在神的掌权里面 神的旨意 就能够自由地 运行在整个宇宙里面 所以神 将这个梦 主耶稣将三个梦 天父还没有完的梦想 放在他的儿女 放在他天上的子民 神的面前 他要我们每一个属他的 在地上 虽然身体是在地上 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 不在地上 我们更宝贵 更重要的身份是在天上 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 天上的国民 所以他说你要在地上活着 但是你的心要将神的活 以他的义 放在第一优先里面 先求 就是第一优先 他说 当我们以他的活 为心中的意象 以他的义 为我们心中的意象 为我们心中的第一优先 地上其他的东西 神自然而然的 就会加给我们 他会满足我们需要 但是他不一定要满足 我们一切的想要 大家要明白 想要跟需要是不一样的 我们天上的父 他说天上 地上的父虽然不好 但是都会把好东西给你 何况你天上的父 他岂不将最好的东西 圣灵给我们 因为当我们有了圣灵 我们才能够看见天国 看见天国是何等何等的荣耀 何等何等的宝贵 我们才会看到天国好像 寻找珍宝的人 看见那颗珍珠 他就会变卖一切 来得着这颗珍珠 哈雷路亚 亲爱的弟兄姐妹 天国要在末后的末后 大大的来彰显出来 但是人我们传福音传福音 传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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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传 我们慢慢慢慢将耶稣 并他钉十几架 放在整个福音的中心 我不是说徐记家不重要 但是徐记家是把我们引到天国 引到天父面前 所以这个是手段 不是目的 得救是一个手段 不是目的 最终 他的国降临 我们德国 好像那个大宅 在徐记家上 他说你德国的时候 请你纪念我 一个大奸大恶的宅 也被圣明开启了 他知道 这个是将要来的君王 所以他说你德国的时候 你要纪念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也成为你心中的可目 心中的第一优先吗 所以旧约真言 当我们说 没有异象 明就放肆 如果天国不是你心中第一的优先 跟天国不成为你的异象 你在地上就会为这个世界而活 为金钱而活 为爱情而活 却把第一的优先丢到老后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今天晚上 我要跟大家深深的来思想这个事情 我还深深的 前一阵子 我预备这个奖章的时候 刚好那段时间 我重新再看中国旅牌 当我看到的时候 我热泪 我看到中国旅牌 心中就有一个中国的梦 他们中国旅牌 打过非常漂亮的仗 得到全世界 女牌的总冠军 拉到金牌 但是后来他又失去了他的金牌 再后他们又在夺回 这个女牌的冠军 这一群女牌 这一群女牌的女将 一生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夺冠 他们中间 忍受了多少的生存 忍受了多少的痛苦 是什么力量 让他们 有这种坚毅不拔的信心 打不洗的精神 因为他们有梦 这不单是他们个人的梦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 中华儿女的梦 我们受过过去两百多年的羞辱 被列强来欺负 所以我们华人心中 都有一个渴慕 有一天 我们华人要站立在 世界的舞台的上面 要成为一台好戏 要成为世界的冠军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华人在末后的末后 在主回来之前 会不会也要成为 华人的教会 要成为末后的一台好戏 你做好久呢 让我们拭目 来观看 今天晚上要来 跟大家来思想几个问题 我记得川普上场的时候 他就说 他要再一次使到美国伟大 重拾那个美国梦 美国人 身为美国的人 他拥有美国梦 身为中国人 也有中国梦 身为香港人 也有香港梦 但是 哪一个身份 是我们的第一优先呢 那如果 今天我们宣告 我们是天父的儿女 天上的国民的时候 你爸爸的梦 会不会成为你的异象呢 马拉基书这样说 老年人要做一梦 少年人要见异象 如果我们是天父的儿女 天父的梦 会不会成为我们的异象 Amen 这个是我们今天 要一起来思想 这些基督徐记家的救赎 我们得以在罪的儒仆中 可以释放出来 我们不再是 贝利自己 我们不再是 可怒之子 我们今天 得以成为 天父的儿女 天上的国民 这个新的身份 是否也赋予了 你我 一个新的指示 一个新的意象呢 当我们重新认识 自己真正的身份的时候 我们才能进入 我们生命里面的命定 上一刻 我们就谈到这个事情 那 其实这个也是 我这一次 天国国民教育 神给 我的初衷 跟我的目的 一个伟大的国家 除了需要 一个伟大的君王 还需要培育出 伟大的国民 才能代代 传承 你久不衰 那教育 天国的子民 样是天国 拥抱天国 委身天国 是谁的责任呢 是神学院的责任 是教会的责任 但是在这方面 我们有没有失职呢 教会 与教会的学校 在过去 特别是在香港来说 是否 为天国培养出 天国的子民 去爱慕天国 爱慕天国的君王 拥抱天国的价值观 天国的文化 与成传 传承 在这里 我有一个很 难过的心情 大家都知道 整个基督教 一直以来 犹太人也好 基督教也好 都非常非常 着重教育 我们华人 也非常 着重教育 因为 一个伟大的国家 是因为他拥有 伟大的人民 伟大的人民 是需要有 伟大的教育家 设计出 一个伟大的教育系统 才能训练 创造出 伟大的品格 素质 使得他们成为 伟大的国民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一些类家 神的家 是否一直在配合天国 天父的天国梦 为天国培育出国度的人才来的 没有这种人才 又怎么能去玩 圆天父的天国梦呢 甘乃迪 有一句名言 他说 不要问国家 能为你做什么 要问 你能为国家 做什么 如果一个国家 他的人民 只问国家 为他 能做什么 他只是 活在一种 自我中心 没有国家 观念的 里面 这个国家 一定会衰亡 但是当一个国家 他的子民 一直在问 我能为 我所爱的国家 做什么呢 这个国家 就一定会兴茫 因为 他以国 为第一优先 他愿意 牺牲小我 去成全 那个大我 天国 需要 天国的子民 被训练起来 那天父 的意象 怎么能够成为 我们的意象呢 刚才 我们 已经读了 主导文的上半句 我们再来读 下面 当我们拥有 这个天国的 梦的时候 我们家 当我们说 父啊 你的梦想 你老人家的梦想 就成为 我在地上 活着的意象 如果 你的心 没有得到满足 我的心 也不会满足 爸爸 我不能再让人 羞辱你的名 玷污你的名 我要看到 你的国 将你 我要看到 你的旨意 行在我们 华人当中 如同行在天上 为此 我愿意 把我的生命 献上给你 神 是否能听到 这样的声音 但是当 当我们愿意 这样 投身在天国 以天国为 敌应优先的时候 徐三姐 就告诉我们 一个事情 当我们 以天父的梦 成为我们的 意象的时候 撒旦就 马上会来 好像撒旦 知道神 托付了 亚当夏娃 要 生养众多 治理 全地的时候 他马上就来 所以 天父教导我们 这些天上的 国民 天父的儿女 你要祷告 一个事情 不教我们 遇见试探 救我们 脱离凶恶 那个凶恶 就是那恶者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你站在 天国这一边 以天国 为优先的时候 你就是 向着撒旦国 来宣战 所以撒旦 一定会起来 试探你 迷惑你 但是我们 在祷告里面 在圣经里面 提醒我们 你虽然拥有 这个意象 但是你不能 无知 你不能 naive 你要知道 你面前 有一个对头 凡是神 在你生命 已经定下的 命定 计划 他给你的恩赐 能力 才干 撒旦 一定会来破坏 一定会来迷惑 一定会来偷窃 杀害 伪坏 你要深深的 祷告 你不要 遇见 这些试探 就是真的 遇见这些试探 的时候 你要恳求神 救你脱离 仇敌的凶恶 因为 你是为这个国 来征战 因为最后 最后 耶稣将会得胜 耶稣得胜 你也会 跟着他得胜 所以 当我们去 打一场仗 的时候 我们知道 我们是打一场 必胜的仗 因为我们的主 是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 富的 直到永永远远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里 我们说到 我们不单是 拥有 这个意向 我们还要 起来征战 因为 我们要将 仇敌过去 在你生命里面 偷走的 东西 偷走的 恩赐 偷走的爱心 偷走的身份 偷走的荣耀 连本带立的 要夺回过来 换给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 马拉基书 呼召唐 贝利神的意向 咒诅 就临到大地 但是当天父的儿女们 与天父的心对齐的时候 当我们完全与天父的意向对齐的时候 当天父的心向我们 转向我们 我们的心也转向父亲的时候 这全地的咒诅 就会被 就会被 提出 祝福 就会再一次 临到我们中间 当 以色列民 被立 天上的阿爸父的时候 虽然他们 是儿女的身份 但是 当他们 被立 边形 几路的时候 咒诅 就临到他们 同样 这个世界 也是这样子 所以 约尔书二章 二十八节 神说 在以后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 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 要说预言 你们的老年人 要做 你们的老年人 要做 发 一梦 你们少年人 要见异象 亲爱的弟兄姐妹 天国的梦 从 亚当开始 一开始就被破坏 神将这个 天国的梦 与 亚伯拉罕 立约的时候 他说 国度 要从力而立 君王 从力而出 他不单 是指到 以色列国 也指到 将来的 天国 因为 耶稣 也是在 那个 祖谱里面 是 亚伯拉罕的 后裔 那亲爱的 弟兄姐妹 在我 三十岁的时候 神回应了我 在二十岁 向他的祷告 一直过去 三十多年的福事 神都非常非常 对我有恩宠 过去 一直以来 他都把国度 神的国 放在我的心上 比教会 重要的多 这样过去 我神是 毕业以后 我在香港 一个最大的教会 里面 服事 但是 几年以后 神就跟我说 以一间教会 兴旺 但是其他教会 成能 那又如何呢 当时候 我看到 很多教会 对圣灵 有很大的抗拒 所以 我顺服 神的带领 离开了 教会 牧会的工作 我加入了 机构 后来建立了 以灵书房 后来在 神的托付 把国度 信用中心 建立起来 我们 有一个意象 就是指出 圣灵的走向 勾勒 福星的难途 培育 国度的人才 完成 天国的使命 所以 我知道 我们都知道 没有圣灵 的启示 我们 就不会 看得明白 天国的奥秘 我们 看不懂 天国的奥秘 也 就不会 把天国 成为 我们心中的意象 这个 是一个 非常 非常 激烈的 属灵的 征战 所以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在 末后的末后 他要将 他的灵 浇灌 所有 凡有血气的 直到 两代 不再分离 直到 他儿女的心 他 子民的心 不再 跟他 错开 我们 要与 神的心 全然的 对 其 父子同心 同道 对其 同行 我们就能 强 摸 扶 腰 撒敌 建国 是来 来建造 创世 以来 最大的 梦想 天国 梦 这个天国 不是地上的 邦国 不是地上 有形 有体的 在政治 里面的国 它是一个 在 属灵里面 建立出来的国 是眼睛 看不到 摸不到 但是却在 人的心里面 愿天国的 意象 成为你 心中的 向往 我们 都是客旅 我们 来到 这个世界 但是 不属于 这个世界 因为 我们 有一个 更美的 家乡 就是 天国 亲爱的 弟兄姐妹 而这位 天国的 君王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在我们 面前 立了什么 的榜样 那基督 一生 又在 圆谁的 梦呢 我 曾经 有这样的 总结 天父 是我 生命的 源头 基督 是我 生命的 榜样 圣灵 是我 生命的 教练 力量 我们 每一个 都是天父的 儿女 在今天晚上 在这里 但是 我们不单 是要成为 儿女 我们更要成为 真儿女 如果你要想 成为一个 真的儿女 你就要学习 耶稣基督的榜样 耶稣基督 在 路加福音 二章 四十九节 当 他的爸爸妈妈 虚散了 与他虚散了 到处去找他 最后 在圣殿里面 他最终 找到了 耶稣 他就问 耶稣 耶稣 你知不知道 我们到处 在找你 但耶稣 很奇妙 他气定 神 神贤的 就 向他父母说 你为什么来找我呢 你岂不知 我应当 以我父的事 为念吗 圣经告诉我们 当时候 主耶稣 只有十二岁 在十二岁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以什么事为念呢 你终于思想的是什么呢 我还记得 我的 大儿子小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我爸爸 爸爸 爸爸 买一个 数字怪兽 他很喜欢 他喜欢 他都跟我说 爸爸 爸爸 你只要买这个 Digitmon 给我 以后 你不需要再买 礼物给我了 在他的心中 没有 任何一件事情 比这个Digitmon 更重要 但是 耶稣 在十二岁的时候 他说出 这一句话 I must be about My father's business 岂不知 我当以 我父的事 为念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天父的儿女 天上的国民 你终于思想的是什么呢 你终于想往的是什么 你终于在盼望的事 是什么呢 你慢慢默想一下 你最大的热情 最大的关心 是什么呢 你什么时候 才会好向主耶稣说 我岂不知 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能跟我一起宣告吗 你一手摸着自己的心 你跟我一起来宣告 我何保身 我爱父的心 就不在我里面 亲爱的圣灵 求你流转 流转我的心 我爸爸关心的事 我也要关心 我爸爸紧张的事情 我也要紧张 我爸爸以为是第一优先的事情 我也要放在我生命的至高的位置上 爸爸不教我们遇见试探 如果我们真的有落在网络里面 落在这个巴比伦的系统的 拥有的里面 甚至捆绑的里面 爸爸救我们脱离这个凶恶 还一个天国的渴慕 天国的心 还一个爱父的心给我 以至我的眼目 重新定睛 在天父你所关心 所等候 所盼望 你三个没有完的梦的事情上面 爸爸愿你心中所愿 也是我心中所渴慕 也成为我心中不能丢掉的异象 你的天国梦 要成为我天国的异象 奉主的名祷告 Amen 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 他也这样说 他说我父做事 直到如今 我也做事 在这里 耶稣说到 working 我的爸爸在working 所以我也在working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要在这里 要向你 很隆重的宣告 你是天父的儿女 你是天上的国民 你不是来这个世界 为这个世界打工 你也不是为你的老板来打工 你不是为了虎口来打工 你来这个世界 要完成天父托付给你的事情 你来这个世界 是要来玩你天上的阿爸父的梦 就是那个天国的梦 你来不许献上你的生命 来建立这个世界 你来这个世界 那是要建立天上阿爸父的国 是他降临在地上 如同降临在天上 如同在天上 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 也这样说 他说 子凭的自己不能做什么 度 唯有看见父所做的 只才能做 父所做的事 只也照样做 我们来的这个世界 不是要做自己的事 我们来这个世界 是要做 我爸爸要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看见父所做的 我们才能做 耶稣是这样说 他不会乱做事 他看到父怎么做 他就学校 他的爸爸 所以耶稣是我们的榜样 天父是 耶稣基督的榜样 他说 我父所要做的事 我只 也要照样做 我们是要来 承受天国的 天国就是我们的产业 你不是为了 别人 完成别人的梦想 去收取他的员工 去完成别人的梦 你来到这个世界 是要完成你爸爸的梦 但是你爸爸的梦 天国的将冥 他将会把这个国 赐给你 成为你的产业 所以你在地上 所做的一切 都不会泡汤 都不会突然 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工作 你要带着这种心态 你是 年 你是光 你是教 你去到哪里 都要产生影响力 你去到哪里 黑暗都要退去 你去到哪里 没有味道 没有基督香气的地方 都要发出基督的香气 所以你不是去打工 你是去产生你的影响力 来转化这个世界 所以你不是在为人工去打工 你是为了建造 扩散神的国 去参与你的工作 你白天的工作 只是一个工具 将天国的文化 天国的荣耀 天国的价值观 渗透进各行各业 这才是你的意向 你存在的价值跟目的 耶稣 他不会坐在十字楼 他走进人去 他去到最低下层的人当中 把天国的福音 天国的祝福 天国的恩典 带到他们中间 耶稣在 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七节 他这样说 他说我的食物就是军行 那差我来者的旨意 做成他的工 做成他的工 Amen 你不是打工 你是做成父的工 Amen 所以 耶稣基督在五章 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 他说 我凭个自己不能做什么 我怎么听见 就怎么审判 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 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 己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 记得主导文里面 我们其中一个祷告 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 如同成就在天上 耶稣基督身体力行 他说 愿天父你的旨意 行在我的身上 Amen 我来这个世界 我的满足 我的食物 我的满足 就是军行 差我来者的旨意 做成他的工 在 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 他就说 我与父 缘为一 这句话 是我全本圣经 可能是最短的一节圣经 但是也是最精彩 他说 我与父 缘为一 我最近跟我太太说 我现在驾我的车子 我感觉我能跟我的车 车员合一 完全的车跟我之间 混为一体 我很享受驾车的时候 人车一体的那种感觉 因为同样的 就是我想车快 他就快 慢就慢 他完全跟我配合 同样的 当主耶稣说 我与父缘为一 就是天父爱怎么样 耶稣就怎么样 天父要耶稣哭 他就哭 他要他快跑 他就快跑 他要讲什么 他都会讲什么 因为耶稣与他的爸爸 不单是心对齐 他根本就成为一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奥秘 所以在约翰福音17章的细节 他这样说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 你所托付我的事 我已经成全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我20岁 我问了神 我跪下来 他没有向我显现的时候 我很沮丧 所以我就跟自己讲 你既然不向我显现 我就做自己要做的事 所以呢 我就去完成我自己的报复 我要赚我第一桶金 第二桶金 当我在最 事业最高峰的时候 他就向我显现 他说去澳洲 不是我的计划 我要你去中国 所以我就把我自己的报复 放下来 我双手借过神给我的托付 我第二天早上 就把我地上的工作 一份非常优厚的薪水 非常高的位置 因为当时候 我是做真实的成衣 我的老板呢 将整个中国交给我 带他管理 但是当神把托付给我的时候 我就将我人生的报复放下来 三十多年的过去 我一直持守这一句话 我在地上 已经荣耀了你 爸爸 你托付我的事 我不能说已经成全 但是 我看到很大的部分 已经应验 还差一点点 所以我求神给我 多留十五年 我要亲眼看到 他应许我的完全的实现 所以在过去 我是活在 耶稣是活在这样的一个 整个人生都是活在这个意象里面 我还记得在韩国 神跟我说 就是 我 我 我接过这个托付 后来我去读神学 我读完神学 在我进入教会的侍奉里面 之前 有机会去了韩国 看到韩国很大的福星 看到韩国很大很大神的同在 看到很多很多韩国的弟兄姐妹 愿意 为生 做宣教事 我就跟神说 有一天 我要同样看到 我们华人 要成为全世界最大宣教的国家 我要看到 华人当中 你要得着满足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跟神说 我愿意为此而生 甚至愿意为此而死 结果我就没有死 其实我五次的癌症手术 每一次都可以拿我的命 但是每一次神都救了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一点都不会后悔 我觉得当我现身 我走在神国的托付 跟异象里面的时候 是我人生最快乐 人生最满足 最丰盛的 一段意思 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 11章50到52节 他说 这里有一个先知 他这样说 独不想一人 太替百姓死 免得通国就灭亡 就是你们的益处 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 其因他本能做大提示 所以预言耶稣要替这一伙死 也不但替这一伙死 并要将神世上的子民 都聚集归一 所以在这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不单单 以天父的事为念 他委身在这个国 也委身给这个国的人民 甚至乎 鞠躬正翠 私以后语 所以在这里 他说他是替这一国死的 但是后面 他要赢回的 这些神世上的子民 都聚集归一 今天你跟我 都是因着 耶稣实践的这个天国梦 为天国的国民 献上他自己一生 献上他自己的生命 但是这一个子力 落在地里 死了 今天要长出 千千万万 一亿的子力来 天国 是天父心中 一个没有完的梦 他正等候长起 基督 尼赛亚 率领列国的众子 神的家 主的教会 主的身体 主的心腹 万众一心 义无反顾的 去圆 他的天国梦 那为了这个天国的梦 天国的君王 也颁布了什么的命令呢 在约尔书二章 二十五 二十八到二十九 他说我要打发 你们中间的大军队 我要打发到 你们中间的大军队 这些军队是什么 蝗虫 男子 蚂蚱 剪虫 那些年所吃的 我要补还给你 哈雷路亚 哈雷路亚 因着 以色列名 被立神 神管教他们 他差遣 蝗虫 男子 蚂蚱 剪虫 吃掉他们的 但是神说 我要补还给你 怎么补还呢 他说以后 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 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 要说预言 你们的老年人 要做异梦 少年人 要见异象 在那些叶子 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 我的仆人和使女 其他的弟兄姐妹 就是 因着这个圣灵 我们灵窍被打开了 因为这个圣灵 充满在我们身上 我们的心也打开了 我们不然只能看到 神的国 我们却渴慕神的国 我们却拥有神的国 我们却 卫生在这个神的国 神要将过去撒旦 夺走的连本带立的 还给我们 因为神呼召我们 跟撒旦的目的是不一样 撒旦是要偷射杀害 委坏 但是主耶稣来 只要我们得生命 而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 让我们每一个 都为了接天国的梦 献上自己的生命 让我们活在 天国的异象里面 你生命里面所有的潜能 所有的爆炸力 所有的恩赐 都将会被释放出来 你将会 好像毛毛虫破茧而出 成为一只 充满了色彩 美妙的蝴蝶 你不是被捆绑在 茧里面的那条虫 你是在天空自由 可以飞翔的蝴蝶 Amen 当 耶稣就吩咐 他的门徒 在马德福音 十章七到八节 你们要随走 随传 说天国尽了 你们要医治病人 叫死人复活 叫长大麻风的捷径 把鬼赶出去 你们白白得来的 也要白白的死出去 你们白白的得来的 也要白白的死去 其他的弟兄姐妹 我们不单止 领受了天国的意象 还有把这个 天国的真理 天国的价值观 天国的意象 传扬出去 叫更多更多的人 经历病得医治 甚至死人复活 甚至被鬼附的 鬼要被赶出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怎么白白的得来的 也要白白让人家得找 路加福音 第九章一到二节 跟六节 耶稣教起了 十二个门徒 给他们能力 权柄 去祭福一切的鬼 医治各样的病 要差遣他们去 宣传神国的道 医治病人 门徒就出去 走遍各乡 宣传福音 到处治病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是门徒 神对他的门徒 有大诫命 也有大使命 他要吩咐我们出去 我们在各行各业里面 要彰显神国的大能 要宣传神国的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听到很多 很多主的门徒 天国的儿女 我这样说 我不敢在我工作的场所 告诉别人 我是基督徒 我不敢告诉他们 我是天上的国民 我是天父的儿女 我怕 我怕别人嘲笑我 我怕别人攻击我 因为当他们知道 我是基督徒的时候 他们对我有更高的要求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觉得这样的思想羞愧吗 你的主 忍受最大的痛苦 最大的收入 钉在循迹架上 他为了你 不怕被收入 被鞭打 被吃笑 被钉 为你受死 我们却告诉他 我怕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 我要大大大来鼓励你 过去的 让他过去 从今天开始 你要拥抱 这个天国的意象 成为一个意象的人生 在你 在人 序上活着 只要有机会 你要表明你的身份 传扬 传扬你的信仰 神将会将他的权柄 恩高能力 释放在你身上 叫你同样 好像耶稣一样 可以医病 赶鬼 主耶稣还这样告诉我们 在路加福音 十章三节 八到九节 十八到九 十九节 他说你们去吧 我拆你们出去 我拆你们出去 这个拆不是劝 这个拆是命令 我拆你们出去 如同羊羔 进入狼群 无论进那一城 人若接待你们 给你们摆上什么 你就吃什么 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 他不单止 要我们去宣告 天国的福音 传讲天国的福音 天国成为我们的意象 还要借着这个意象 这个福音 要医治地上 很多有病的人 对他们说 神的国 临近你们了 耶稣对他们说 我曾经看见撒旦 从天上坠落 好像闪电一样 我已经将你们 我已经给你们权柄 可以尖踏蛇和蝎子 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 但没有什么能害你的 Amen 撒旦一直想害我 但是神却保护我 拯救我 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当我第一次 在读神学的时候 我们经历赶鬼 医病 我就知道 这个天国是带着权柄 带着能力 要拯救地上一切的人 因为这个福音 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主 在马大福音 28章19到20节 将发出他的命令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 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息息 归于父子圣灵的名 归入神的名下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你都要教训他们 军手 我就常与你们 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是命令 大使命 传到什么时候呢 这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天下 做对万民做见证 然后末期才会老的来到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里告诉我们 这天国的福音 不是别的福音 是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天下 因为天国 才是整个福音的核心 神在过去 在旧约到现在 一直都 不断不断将 这个天国的意象 显明在我们的心中 神 这个亚当 一统天下的意象 跟权柄 英文是这样说 Let them have dominion Dominion 有 管制的意思 统治 跟管制的意思 所以 创世纪一开始 神对人类 就释放出 天国的意象 神的国 要降临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 因为国度权柄 荣耀 全是富的 神对亚伯拉罕 说 你要成为大国 万主因你得福 国度从你而立 君王从你而出 当然当时候 亚伯拉罕都不知道 耶和华在说什么 因为 他连儿子都没有 但是神已经向他 发出预言 这个国 不单是指着 地上的 以色列国 还指着 天上的 以色列国 他跟大卫 立约 他说 你的家和 你的国 必永远建立 国位 直到永远 不单是 讲到 大卫的宝座 也将到 直到将来 要坐在 大卫宝座上的 基督耶稣 而这个国 要传到 永永远远 所以在旧约 他已经很清楚 告诉我们 当耶稣 来到这个世界 他不是 跟 犹太人说 我要来 为 以色列福国 你们 你们不要 想多了 我来 不是要来 重建 以色列国 以后 我会这样做 但是 我来 有一个 更高层次的意向 就是我要 在地上 建立 天国 因为 但以理已经预言 天上的神 便另立一国 却要灭绝 那一切的国 传到永远 耶稣所宣讲的 宣讲的 天国 尽了 就是 但以理所 宣讲的 那个天上的神 必另立一国 为什么要悔改呢 包括犹太人 犹太人 因为单单 看着积极的国 还是看着 他地上的国 结果 他没有完成 神给他的托付 要成为 列国的祝福 他们活在 自私里面 被利里面 拜偶像里面 他们宁愿 侍奉鬼 侍奉偶像 侍奉列邦 也不侍奉 他的王 他的神 所以 神 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他说 天国进来 你们要悔改 你们要从 黑暗的国度 脱离 进入 神光明的国度 你们要离开 那个巴比伦的系统 地上 所有的系统 要进入 那不能争动的国 就是神的国 从黑暗的国度 归向光明的国度 他 叫我们 天 天父的儿女 天上的国民 同心 和力 代代相传 一起来玩 天父三个 没有玩的心愿 他也吩咐我们 天父的儿女 天国的子民 一生 要以神国 为第一 优先 他告诉我们 一个很重要的应许 虽然在地上 有很多很多的痛苦 邦国有很多很多的 圣战 但是有一天 天国的君王 从天上降临 会救我们 脱离这个将要灭亡的世界 带领我们进入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冷 那新父也一同来到 最后神的障没在人间 其实录二十一章一到五节 然后 以赛亚书 十一章九节讲到 在我的圣山变处 一切都不伤人 不害物 因为 样式 耶和华的知识 要充满遍地 在史诗二十二章第五节 他说 不再有黑夜 因为神光 普照 诅咒往 天下太平 活泰 明安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觉得自己 正在活在自己的抱负 还是活在天 付给你的托付 这个天国的意象当中呢 保罗 记得成为我们所有人的榜样 基督 行传二十六章十九节 那亚基婆王 他说 我没有 他向亚基婆王说 我没有违背 那天上来的意象 我曾经这样 在神面前 莫道 我说 天父啊 但愿 有一天 我来到你自己面前 我也能抬起头来跟你说 爸爸 我没有违背 你给我的托付 我也没有违背 那天上来的意象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这个意象 对我多么的重要 我就是为了这个意象 我不要离开这个世界 我还记得 04年 我第一次癌症的时候 我进手术 动手术以前 我向神说 我不要走 我不要走 因为我还没有看到 华人的大福星 我还没有看到 一个一盘散沙 华人是一盘散沙的 咒诛被打破 因为我应成了神 无论你要付多大的代价 甚至我的生命 我要打破 华人是一盘散沙 华人教会 没有一件事 合一的这个咒诛 当我走在回家的旅程 里面的时候 过去二十多年 我亲眼看着 中港台澳 北美的华人 马来西亚 印尼的华人 我们走上这个回家的路 我们打破了这个咒诛 19年最有一次 在香港的那个 在亚洲博览馆的那个回家 我们的主题是 我们是一 当我们这样宣告的时候 撒旦用了几起 悲落的手段 积极了香港 那个政治的灵 进入了香港的教会 也进入这个城市 我们现在还在修复的里面 因为我们香港的教会 也同行的祷告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但是我非常有盼望 因为最近我看到年轻人 起来了 提摩太后书保罗将写 四章五到八节 你们却要凡事 谨慎 忍受苦难 做传道的功夫 尽你的职份 不单是我们要有了意向 有了意向 以后我们就会 我们就会约束我们自己 当中国的铝牌要拿世界的冠军的时候 他一定会每一天过非常有纪律的生活 因为他愿意为了达到拿到那个全世界铝牌的冠军 他忍受很多的苦难 凡事都谨慎 今天如果这个天国要成为你的意向 同样你都要这样去活 他说我现在被教练 我离世的意志时候到了 保罗做了这个很美好的宣告 他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进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哇 多么 同样的 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也愿意在神面前这样宣告 爸爸 当我快要知道我快要离世的时候 快要被教练的时候 我愿意我也能抬起头来 我不但是没有违背你天上来的意向 我还能够昂首向神宣告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进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我今生无悔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是一个提醒 今天是一个提醒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曾经活在自己的抱负里面 迷恋这个世界 当神向我说话的时候 我立刻的放下一切 今天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们 过一个异象的人生 是好到无比的 因为神在你我身上都有计划 都有命令 正如耶稣基督的宣告 我来需要你的生命 耶稣来需要你得生命 而且得更丰盛的生命 所以一个伟大的君王 他要使到他的子民觉得伟大 觉得骄傲 他一定要寄给他一个超凡的意向 这个意向就是天国的意向 是他一生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一世都做不完的 要很多代从亚伯拉罕 一代又一代 一代又一代 从耶路撒冷去到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 去到欧洲 去到美洲 去到非洲 今天来到亚洲 Amen 有一天要传到中亚 传到中东 亲爱 我们都是跑借力赛的人 愿神在你我身上都得着荣耀 愿你也得着一个尊贵的生命 一个荣耀的意向 来推动你每一天的生活 愿主祝福大家 奉主的名 祝福你们 愿圣明大大的来浇灌在你心中 愿你心中对天国突然间开了窍 愿神把那个天国的重量放在你的心中 愿神赐给你的圣灵 启动你儿子的心 儿子的灵 叫你可以呼叫阿爸父 叫你知道你不是来这个世界 要做这个世界的卢仆 做你的老板的卢仆 你来到这个世界 要做你天父的儿女 你要做天上的国民 最后你要得着神赐给你的产业 得着神给你的国度 愿你为此而生 甚至愿意为此而死 愿主祝福大家 奉耶稣基督的名道 Amen 在否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